建章 你好 英里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回來 建章與英里的對話 我們上一集 聊到了 我記得是 最後有講到 尖愛跟菩提的概念 沒錯 但是上次只是稍微提了一下 上次好像只是 簡單的去 講了它的定義 因為 我們上次是 我們有講到現在 很不幸的在 中東有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衝突 這樣子 所以 我們就是在講 上次應該是有講到 好像是 越跟我們接近 越有關係的人 好像是越容易去練習 這個 菩提 心是這樣子 沒錯 所以 現在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 好像是比較難的 對不對 其實它是一件很難的事 因為 我們正常的人性 就是會有私心 那你只要有這種私心 一場線 或者是說 每一個人 對私心的定義不一樣 但是我這裡要說的是 如果我們有一種 那一種 你就想想看喔 你只要在心裡想起來 這個是 他的 這個是我的 開始有這種 怎麼說呢 一種意識的差別觀 其實 我們那種私心 就慢慢的 他會浮現下 那當然呢 有的人的範圍比較大嘛 有的人 所謂的你的 他的是以 譬如說 他是一個比較大範圍嘛 可能是像 我們家族 你們家族 記得吧 傳統 東方的文化 其實家族 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有些事情 甚至 以家族的 利益 或者是說 優先發展為前提 個人的 其實他反而是放在後面 這個我覺得 嗯 因為我比較少接觸到外國人 所以我 我比較不會了解 外國人 他們會不會有這種 嗯 但是 但是在 如果是在 比較 嗯 像我們 就是這種台灣文化 大陸 內地這種文化 嗯 他們有時候對於 家族的這種 重 重要性 他們會比較放 放在前面 嗯 所以就 假設嘛 今天有一個人 他 他是一個大家族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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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嘛 所以他有可能他 做事的這種 或是想法 他是以他這個家族 為主體哦 所以他他可能會以他家族的利益為優先 那如果 對那如果我們像一般的人 現在大概都是小家庭嗎 父母可能生一個或是兩個 兩個 兩三個就已經算很多了 嗯 一個家庭大概就三四個人 那 那你想想看嘛 一個父母生三四個人 所以 那個 那個父母這一輩 他們可能 兄弟姐妹也是也是就是 一兩個人而已嘛 甚至就有時候 獨繩子 那這種就是比較我們說 像現在這種小家庭的模式 他們有時候 最他們的家庭定義大概就是 呃 我比如說自己嘛 父母親 最多就是到 祖父祖母或外公外婆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看 那成員其實 家一家 不會很多啊 可是你那種 有那種大家族 因為 那種可能就是 呃 每一代生下來 小孩都是五六個起跳的 然後這樣 欸 這樣一代一代傳下來 他們那個 他們只要講到家族 那人緣可能就很多 沒錯 所以我真的 我想了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這一種 只要有一種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這種 比較 我們說 比較有一種私有 或是自有 你這種概念 一產生 你其實內心就很難 做到很 很公平 或者是說 做到一個很 完全的分享 啊這個東西 你既然要達到菩提這種境界的話 菩提的話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 你要把所有的眾生 都當成是你最親愛的人 是不是 所以你一旦有了這個 私 這個私有 或是自私的 概念範圍 一旦成立 你那個菩提的定義就不符合了 那 那我們自己 就是 問 不要想別人 我們就自己問自己 包含我自己 你看 我有沒有辦法 在哪一件事 達到 把所有的人 都當成就是我最親愛的親人一樣 很難拔 應該一件也達不到 有人說 沒有 我很樂 願意分享 我吃飯 就是說 都很樂意 比如說 大家一起吃 來來來來 大家想一下 你已經餓了三天三夜 或者是說 饑荒的年代 或者是 不管因為怎麼樣 反正 你 食物 就只剩下 眼前 這個 這一碗麵 這個麵包 或是這一碗飯 或是 這個東西 你要吃下去的時候 別人來 別人也是一樣 假設也有一個也是跟你餓了那麼久 他說 你可以分我嗎 你就想一下 這種情形 你會不會分 好啦 你真的會分 因為那個人 真的是剛好是你的 很親密的人 父母兄弟 或是 或是你的老婆 或是你的先生 老婆或先生 另外一半 或是怎樣 或者是說 就真的是 很熟很熟很好的朋友 來 你要吃 一個說分我 兩個說分我 三個過來分你 你分得出去嗎 不要忘了 我的前禮 是你餓了三年三夜 那個不吃 你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其實蠻難的 對 我跟你講 那真的很難 對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大家忘記了 動物最大的兩個本能 我為什麼講到動物 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種比較 直接的 比較 有點類似像 獸性 或是動物性 或是說 它就有點像DNA一樣 其實是在我們的基因裡面 動物最大的兩個本能 一個就是生存 一個就是繁衍 一個就是繁衍 你 你要 你這個族群 要 要繼續 繼續能夠維持 是不是 你一定要有後代 所以就是繁殖嘛 那你自己本身想要活下去 你一定要禁食啊 所以你就是要吃東西啊 對啊 所以為什麼 那 以前李安有一部電影叫做 那個飲食男女嗎 那個時候剛出大家都想說 這是什麼蛙哥 因為我們書讀的少 但是沒關係 我們去查一下 原來 那個孔老福子 有說過 出自於論語 飲食男女 人之大愈 應該是類似這樣子 簡單的說就是說 它其實不是飲食男女 它應該是飲食 逗典 男女 人之大愈 飲食就是指的吃東西 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要讓自己活下去嘛 就簡單說 簡單說就是你自己這個生命個體 要有辦法活下去 所以你需要靠飲食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是植物啊 我們不是站在太陽下面 就可以行光而作用 我們是碳水化而入 要把它去消化之後 所以飲食 那個男女呢 意思就是說 我們說男女之間嘛 就是要男女那個 那個傳宗接代 才有辦法生出小孩啊 有人會說 不用啊 現在不用結婚了 孩子 古早 古早時代 沒有結婚 你就不能 啪啪啪 對不對 當然 你如果要說 更原始的人類部落族群 那時候就有點類似動物的行為 那當然不用結婚嘛 那孔子是什麼時代 春秋戰國 那個時代 你沒有結婚 你會被拖去進豬籠 對不對 所以 那個時代背景 所以 我們 那個 孔老夫子說過 飲食 鬥號 男女 是人 人之大愈 簡單說 人之 生命最深層的一種欲望 或是說 那就是生命的一種最大的兩件原動力 你可以這樣解釋 好啊 我舉那個例子 你餓了三天三夜了 這件事是不是跟飲食有關 跟你生命的存活有關 嗯 對 當你有了發生 會危害自己生命的事件 因為我說了嘛 你不吃可能活不下去了 餓了三天三夜 你這個不吃 這個東西 你不吃 你不曉得下一頓在哪裡啊 因為可能有饑荒 可能有什麼情況 對不對 你不吃 可能 下一次要吃 要再過三天 那你這個生命搞不好 會有存亡的危機啊 有人跟你分 你願意分 那種意思 不是那麼簡單的 表面上食物分享 是有點類似 你願意有點冒著犧牲你性命 可能會消失的風險 然後讓他可以活下去 因為對方也是跟你一樣 餓了那麼久啊 嗯 他的生命可能也快消失啊 也需要這個東西啊 對 所以有時候你想一下 菩提他的那個極致啊 或者是說他要到這麼大的這種範圍 所以你說他容不容易 我個人覺得很困難 對 那個是他一個簡單的 就是說 有時候你要想他到底 範圍大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剛剛舉一個比較實際的例子 從這個實際的例子去體會一下 那當然如果要做比較 比較一種 我們說 有時候學禮派的這種敘述 他比較枯燥無味嘛 但是沒關係 他就是 菩提他就是我剛剛講嘛 對一切的眾生 你要視為他 你就是你最親近的人 以這種 他就是最基本的核心 以這個概念去發展出來的 所以包含你做任何事情 你想想看哦 他是一個最基礎的一種 我們說他的立足點 或是說他是這件事情最核心的價值 那從這個價值 開始往外慢慢的去發送 你對於你最親愛的人 你會傷害他嗎 不太會吧 正常的話應該是不會 應該不會 你基本上你的所做所為 應該就是希望他好 希望他能夠獲得一種 我們說各種的快樂 你會希望各種的好處都給他嘛 好 這裡要暫停一下哦 我剛剛講是你希望的好處哦 那當然呢 每個人定義的那種好處跟概念 也不是很一樣 譬如說有的人好處就是 有錢最好 所以 我對於我最心愛的人 最重要的人 我就是給他錢 我拼命的給他錢 我把我所有的錢都給他 然後呢 我把別人的錢也想辦法把它弄過來 在我的名下 然後再給他 嗯 對 那對那個人而言 他有沒有在做一個 他 我剛剛講符合 剛剛我講菩提那個定義 有 他覺得他有在做那個符合菩提的定義 就是 我把我認為最好的東西給他 Butter 但是 但是 他心裡覺得他是有在做菩提這件事 可是呢 實際的菩提 不是他 因為他認知錯誤了 他一開始 他覺得說錢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或者說錢就是世界上最美好 只要有了錢 他就有了一切的好處 出門可以搭私人飛機 吃可以吃最好的美食 穿最好的衣服 買最好的包包 嗯 然後呢 他可以每天就 嗯 白皮 很多人相信 只要有錢就可以 無憂無慮的 對對對 類似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們 也知道嗎 這種東西很脆弱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有錢當然不能得到 最完美的快樂 他可以獲得一些快樂 沒錯啦 但是他到最後 你如果只有有錢 你其實 其實是不太快樂的 然後這些人就會告訴你 因為你沒有錢啊 所以你才會這樣講 啊 他也是可以這樣子講 沒錯啦 對於相信這個的人 他們真的是會這樣覺得 所以怎麼樣這樣 是沒有用的 對 就算你非常理性的去舉了很多 邏輯上面的問題 他還是沒有辦法 對 沒錯 好 所以我剛剛想說 人們都會用他自己以為最好的方式 來對待他心中 他認為最親愛的人 最親密的人 或是說他需要最 他需要最菩提的人 但是我 我剛剛說為什麼這裡加一個逗點 因為就是說 這樣的方法有可能 不是真正客觀的菩提 想要讓我們得到的一種概念 或想法 或者是說這樣的東西 不符合真正客觀的菩提 所以第一 在認知上 你除了要有菩提這個東西 你也要去認知 什麼才是真正世界上最美好 最重要 最應該得到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除了有了菩提之外 你的認知要夠清楚 簡單說你 智慧要能夠達到 智慧要能夠平衡 所以菩提跟智慧 或者是說跟 跟 呃 跟理解 我們把它分成 這是一個比較屬於智慧 或是你應該要理解的層次 他通常會相並論 因為你想想看嘛 你如果只有單純的菩提 譬如說 哎呀 因你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一定要對你好 欸 我 我就用我 用我自己理解的菩提來對你好 可是 搞不好 你根本不需要錢啊 嗯 你說啊我們家的錢多了很 你來根本九六一毛啊 對不對 我家的主產一大堆放火燒都燒不完 你還給我錢 這不是造成我的負擔嗎 有聽過這個梗嗎 我們家的主產一堆嘛 通常主產就是以前都是通常指 只是土地啊 或是說有價值的財物嘛 放火燒都燒不完 你還給我 對不對 那 因你你不需要錢 可是我拼命的給你錢 嗯 然後我說啊 那我的菩提有發揮了 可是對你 你並不是真的得到好處啊 那這樣我有做到菩提嗎 是沒有啊 對不對 對對對 對啊 所以菩提要有智慧 那一樣啊 嗯 智慧也是需要有菩提 他才會有辦法互相 所以 這兩個東西喔 通常都會是 要一起一起提的 或者是說他需要一起參照 一起考慮 那先講到這邊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的 嗯 如果用比較 嗯 我們講一般 中性白話的語言的話 我的理解就是說 嗯 我們基本上 還是要有 嗯 嗯 同時要有理性跟感性的層次 就是 沒錯 沒錯 對 也要有那樣子的 嗯 情感的力量 但是也要有那樣子的理解度 那他才能夠 嗯 嗯 相扶相承吧 是這樣子 沒錯 對 所以 嗯 沒有錯啊 這種練習 我覺得 我覺得有的時候是 我的認識是這樣的 我覺得有的 有的時候是 很多人沒有體會到 嗯 做這樣子的練習之後的好處 就是說 聽起來很像是 它就是一個戒訓 嗯 戒律嘛 你要遵守這個 你才能怎樣怎樣 那這種做法 這種講法 大概很多人都會覺得很難吧 或者說會覺得說 呃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不對 嗯 沒錯 有體會過 或者說有 真正有那樣追尋的人 他知道 其實 你那樣子做 其實 也是可以被解釋成 是 這樣才是對自己最好的 就是說 那樣子的狀態 如果可以達到那樣子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 自己才是享受最多的 就是 嗯 那樣子的自由 那樣子的 雖然很難 但是 嗯 往那個方向去 其實最大得意的 其實還是自己 對啊 沒錯 就是 在英文裡面叫做 incentive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 一般人都是需要一個 好像 欸我做了什麼 有什麼好處 這個好處在那邊 他才會覺得說 好那我要來做 這樣子 那 然後 絕大部分尋求的是 短暫的好處 就是馬上可以得到的好處 所以他就變成說 這種所謂比較長遠 或者說比較深層 還是說比較 嗯 嗯 也可以說是比較抽象嘛 對不對 的一個 嗯 追尋 或者說 練習 或者嘗試 比較沒有那麼快可以看到他的 好處 在哪裡 在哪裡的時候 好像就比較不容易 對不對 就一般人的動機就會比較不足夠 沒錯 沒錯 甚至他可能也不會想要開始去試 對啊 嗯 嗯 對 嗯 那個身體 他本身其實也 也 附和不了你吃的食物要把它消化的那些能量 沒錯 所以其實那樣子的 不吃東西其實是好的嘛 對不對 對啊 如果你有這種經驗的話 他這樣做 其實你那時候的身體 會比較輕鬆一點 對 沒有錯 因為我知道 有些人他是可以進食時間蠻長的 就是說 嗯 應該是有喝水啦 但是 喝水藥 喝水藥 我只是固體食物 就是說 他 沒有 就是 嗯 就是 他會這樣子做 其實 嗯 到後來 他自己也是在享受這個過程 他不是一個就是純粹 一個好像受苦受難的一個 一個磨練這樣子而已 欸 沒錯 對 這是關鍵 對對對 因為我們 會覺得說 喔那一定很辛苦對不對 一定很痛苦 嗯 嗯 我勉強來試一次好了 以後就不要了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 心態比較像是這樣子 對啊 那這個跟你剛才提到那個 應該是有點關聯性對不對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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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為當我可以 假設我可以做到像 像 接耐這樣子的一個 或者像 菩提這樣子的一個 其實 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應該是很好的 對不對 那個是一種 對 該怎麼要跟你表達那種很好呢 因為我有類似過的經驗 我想一下啊 該怎麼敘述 那是一種 你不會覺得 有不好的情況 的一種完美狀態 你不 簡單的說 你不會 會有那種 我看那個人好討厭 通常我們都這樣嘛 我看那個人很討厭 然後心裡就開始 全全叉叉 然後你的情緒就 被帶到憤怒 然後比較陰暗 然後甚至有的人說 好那 你就不要給我逮到機會 有機會我就給你 怎樣怎樣 對不對 這種比較陰暗的心理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一個人 他完全沒有這種 負面的東西 他會是怎麼樣 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連看到路邊 一棵小草 他心裡 所散發出來 都是 覺得 世界如此美好 對 有一首歌 其實有一首老歌 我蠻喜歡的 就是那個 我忘記原唱是誰 就是 那個 Wonderful World 嗯 是什麼 Louis Armstrong 我有點忘了 好像是的 一個一個 那個爵士 哎呀 Wonderful World 多麼美好的世界 對不對 他裡面有歌詞 結果說 你看啊 什麼天空的白雲啊 什麼類似這樣子 所以你說 那種 菩提的狀態 你如果有 當然啊 他也是有分 就是 真正圓滿 然後你可以很持 持續的 保持這樣 跟有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某種 特殊的情況 你也是可以稍微有一種 接觸到這種概念 那你只要有 有這種 有這種概念 理解 或者說 有這種體會過 你就會知道 就像你說的 那就是很美好 那是一個很 應該是說 對那一個 有辦法體會的人 對他而言 那個會是一種 很強烈的記憶感受 然後呢 你剛剛也有提到 你剛剛其實有提到 一個很關鍵點 譬如說 那個 菩提跟智慧 這種就是有點類似 像 理智跟情感 甚至 其實 我 我是這麼理解 菩提 他當然就是我們 所謂的 情感這部分 一個是理智 但是呢 我會把它 當 我一個更深的體會 他其實就是 你內心動力的來源 他就是有點類似像 我們現在 很熱門的話題 柴油潛艦跟核能潛艦 核能潛艦為什麼 大家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他沒有很厲害啊 他只是說 他不用加燃料而已啊 好你就想想看 你一個人 他的心靈能量 是用不完的 是 他是永遠就是 飽滿的 正面的 心靈能量 你看喔 這種人 你會不會覺得 蠻希望自己也能達到這樣的狀態 就是他無時無刻 他的那個 他心裡正面的這種 能量 他正面的想法 永遠都是滿滿的 充滿的 滿滿的 這種概念 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說 看看我們自己有沒有辦法有這種狀態 或者是說 他的 他的 他的整個狀態會有一種 有點 當然 就是說 一直 不是 我說的不是說 很 很 很激動的樣子 但是他 他給你表現的就是說 你就會覺得他身上 散發出來 那種 呃 呃 呃 圓圓不絕 充滿 正向的能量 這樣子 如果你能感受到的話 這種人 他會給你這種感覺 有時候你甚至覺得在他旁邊 你都會覺得 哎呀 我連我好像也要被他感染成這樣的樣子 他會有點類似像 至少我體會過的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呢 你可能遇到不好的事 我們人通常都這樣 遇到好的事 遇到順利的事 心裡就愉快 遇到不好的事 遇到不順利的事 心裡就 變得比較否定 比較 不喜歡 可是 當你有這種 呃 這種 菩提的狀態 或能量 你不管遇到好事或不老的事 你其實 都是 都是 多麼美好的世界 因為你有理性奢侈啊 你有了滿滿的能量 再加上你有 那個 正確的智慧去引導 所以你的思考什麼東西 會變得運作的 很 會運作的很順利 所以即使你遇到不好的事情 有時候你理解一下啊 你就可以 很容易的把它的關鍵點給找出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 是這種不順利的狀態 讓你內心的那種 呃 正面的能量啊 就會快速的去 去充滿你 這樣子 然後不會讓你有覺得啊 這個東西真不好 我今天怎麼這麼倒楣呢 嗯 有的時候 講是很容易講啊 但是你真的要 實際有這種 有這種感覺的體會 可能會有點困難 嗯 對對對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呃 分享一下經驗 那就是簡單說 菩提 他有點類似 他就是一種能量的來源 因為你有 有辦法 你想想看喔 我們 父母對子女 我們常常講 孝順孝順 為什麼要孝順 哎 譬如說我今天 今天 今天換 我突然提到 欸你為什麼要孝順 我這個問題問你 或是我們去問其他的人 欸為什麼要孝順 簡單的說 因為父母對你好嘛 所以你就要回報啊 這很簡單的 今天喔 假設 你的父母 或者是說 全天下所有的父母 都不會對他的子女好 你覺得有可能發展出孝順 這一種觀念出來嗎 我們來試著 可能會比較 試著 腦筋急轉彎一下 假設啦 我們現在 就是全地球的人類觀念 哎呀 生了孩子就是要 那個 把他的那個 把他的價值榨乾嘛 對不對 那個 吃也不用吃太好 能活得下去就好 活不下去 就是他的命啊 對不對 所以也不用太照顧 啊等到他慢慢長大成人 稍微有點勞動力 那個起床去 去哪裡做什麼事 哪裡做什麼事 簡單說就是看到有什麼利用價值 就 就 就徹底利用嘛 啊 當然了我們 現在聽起來 不行啊 這是虐待 哎 不要忘記了喔 那是因為我們前提 我們的觀念是說 父母要疼愛子女 父母要好好的照顧子女 父母要保護子女 今天如果我們全地球的觀念都改成 本來父母生小孩 拜託喔 母親生小孩多危險啊 好不容易生出來 當然要好好利用啊 哎 如果我們是這種觀念 然後我剛剛講嘛 譬如說 嗯 長大了大概 嗯 譬如說 幾歲嘛 就 欸 你自己 早上幾點要起來啊 起來 那個 什麼事情該做或怎麼樣或怎麼樣啊 或許呢 你也要 也要去讀書嘛 但是讀讀書 是因為讓你的 那個生產力可以 提高啊 對不對 因為你不失智 或是沒有專業能力總是 總是 我們說 在社會上的生產能力 沒有辦法 太達到太高階嘛 比如說 好那個 那你沒關係你去工作 工作的薪水 基本上就是 父母拿九成 剩下的你自由運用 如果我們的社會制度是這樣子 呵呵 呵呵 呵 欸 那那會 會有孝順這種觀念產生嗎 嗯 應該很困難吧 呵 通常啊 如果會這樣 我跟你講 那我們的社會制度會發展成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說 那個16歲就算成年 啊 他們就會很快搬出去住了 呵呵 然後每到 譬如說 舉例啦 假設 那個 呃 全全地球的人類公定 16歲是成年 齁 那時候那個成年你就會是 非常隆重 非常慎重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代表他們可以趕快離開父母 呵呵 不用 就是至少可以做一個比較獨立自己的自我 這樣子 他們就會覺得 噢天啊 我解脫了 好 我趕快去啊 然後我 呃 比如說我賺了薪水 不用拿 不用法定規定要 要 九成給父母 這樣子 我可以完全自己擁有 我可以有自己獨立的 呃 比如說 該怎麼 該想做什麼 做什麼這樣子 欸 這腦筋急轉彎隨便亂他啦 嗯 我了解 所以 嘿 孝順 我的意思說孝順那是因為我們有一種觀念 或者是說這個基本上就是動物 或是 一種天性嘛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嘛 飲食男女嘛 就是簡單說就是吃飯跟 跟繁殖 是 基本上那是一種與天俱來的動物的本能 或者是說 其實植物也是一樣啊 你自己要生存嗎 所以你要禁食啊 那你要繁殖 你就要譬如說 雌雄交配這樣子 那你 雌雄交配生下來的後代 你不好好照顧 等於白生了 你知道嗎 所以當然 通常 那個 母代會 很細心的保護他的那個 青代或子代 這是一種動物的一種本能性 那 也因為這樣嘛 你被照顧的人 好 今天假設我們的 社會觀念 被照顧應該的啊 所以我們應該要充分利用父母的價值啊 什麼的 因為反正他死而遺產為鬼我這樣子 欸 這樣聽起來好像 也不太怪怪的 因為這樣的話會顯得太自私自意啊 你就不懂得 就比較很難培養出一種 我這是一種感激父母對我的照顧 感激他對我的疼愛 我們就內心比較難培養出那一種 我感謝你 我感恩你 我會有一種 知恩想要回報的這種感覺 那應該是有這種 有這種想法 有這種感覺 的人比較好相處 這種人如果多的話 社會上應該會比較和諧 對不對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比較善良的觀念這樣子 沒錯 對啊 所以 因為孝順 所以 是因為有這種觀念 所以慢慢慢慢慢慢 那 那什麼叫做 剛剛講的那個菩提 你看看哦 基本上菩提 常常我們會會舉的例子就是說 你 你要把他自己理解成 你是一個父母 然後呢 這個人 假使不是你親生的子女 可是你依然像對待親生的子女這樣對待 這一種父母對待親生子女愛護的心態 他會有點類似小菩提 聽得懂意思嗎 他有點類似一個菩提的縮小版 但是因為他範圍比較小 他就是只有限定 你必須是要 那一個父母親生的子女 有人會說 常常會聽見嘛 那個 結了婚之後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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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突然跟老公說 啊 你的小孩不是你的 但是他是我的 很多時候 那個父親就不會對那個小孩那麼疼愛 當然也是有啦 父親說沒關係 我就把他當作親生的小孩 但是有很多現實的情況 那父親就不太會對這個小孩 太過疼愛 對不對 重點就是有沒有親生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父母對待親生子女 我說正常的父母啊 當然有很多不正常的 我們說正常的情況 你就想像正常的父母對親生的子女那種疼愛 被關心照顧 那種 不 不計切 不會計較報酬的給予 那種東西有點類似像菩提心的縮小版 嗯 那你要你要想哦 如果你有辦法對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心態 那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大真正的菩提心的狀態 嗯 了解 這個東西就基本上 對啊 這個解釋起來 它其實 就是一個 嗯 對啊 它是一個狀態吧 我覺得 我覺得它只是回到實相本身應該有的狀態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平常看到的都不是實相嘛 就是說 那我們要去定義什麼叫做實相 那我們平常看到的都是有差別的 什麼都是有差別的 什麼都是有差別的 不管是好壞 喜歡討厭 漂亮 醜惡 那 這些東西它是 這些東西它並沒有反映出 它的 真實的方式 所以 這種練習 嗯 其實只是希望我們可以回到 就是那一個 那個狀態 這樣子 嗯 沒錯 可以這麼說 或者應該這麼說 這種狀態是提供你 有足夠的動力可以回到那樣的狀態 嗯 因為我剛剛有 我剛剛有強調 它是一種能量 它應該是一種 有點類似說 它能 它是能夠支持你 你能夠有這些智慧 你在運作的時候 譬如說 當你有了智慧之後 你要很 很理性的去分析 或什麼 那你在分析這些過程中 你要有能量可以提供 對 嗯 沒錯 這個 我想到一個不錯的東西 嗯 嗯 譬如說 一個人的 有人會說 嗯 那 那你去 去 譬如說 你的智慧 使用你的智慧 需不需要能量 需要啊 嗯 假設你今天身體健康 你做什麼事情 其實都很OK 體力充備 嗯 那假設你今天身重病 對不對 那個 去年還蠻 還蠻熱門的COVID-19 你如果得了COVID-19確診 剛好是那種 又剛好是屬於那種 狀況比較嚴重的 你全身虛脫 然後什麼喉嚨刺痛發燒啊 什麼都來 你有辦法 譬如說你 你平常可能做這件事很簡單 你去思考一個問題哦 你要把它解決 或者你在思考這件事情 很簡單的 可是當你身體 很累 很疲勞 有很多狀態 這時候突然 你要用你原來 你確定那是你會的東西哦 可是你只是 比如說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要去怎麼解決個問題 或是說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件事 你要用到你的智慧 欸 你就會發覺 在你身體不舒服的那個情況 你根本連想都不會想 你只想我就這樣躺著 因為你的身體有點被 那些 shut down shut down 關閉 對 你的能量不足以負荷 你還要去思考啊 分析啊 做一些你平常就會的這些動作 我有強調哦 是你平常就會 譬如說 甚至連吃飯你都不想吃嘛 因為你連吃飯的力氣 你連想吃的慾望都沒有 有 你要知道慾望其實也是一種心靈的動力 你有了那種慾望可求之後 那其實某種程度是一種 有點類似像 把你的心靈的動力把它打開 有點像你打開這個開關 譬如說心靈動力的bump 你把它打開 然後力量遠遠不斷的輸出 譬如說因為 他的根源是來自於你對於某件事的慾望 對 那菩提心可以說是 就是這一個 完全 圓滿狀態的 正能量 心靈棒譜的開關 或者說的來源 這樣子 有了他之後你 不管做什麼再辛苦再累的事 只要能夠為了別人的好處 當然自己也會有好處 但是因為他很清楚說 譬如說我可能 要幫做一件事情 為了要幫助某個人 或是說要利益某個人 他的動力是 就是圓圓不絕的 怎麼做都不會累的 嗯 了解了解 嗯 嗯 剛才講到這個 嗯 剛才講到這個 就是說 嗯 一個狀態 你達到一個狀態 你其實是可以去 嗯 你可以其實去感受它 然後 嗯 你現在講到的是 就是它是一個實際的能量的來源 那這兩個是 嗯 有點點不一樣的觀點 但是我 我思考得到 就是說 我有認識一些 譬如說在做藝術創作的人 他們是會去課藥的 那他們覺得這是他的 也是他的來源 就是他會覺得 他只要課藥之後 他就很有創造力 就很有一些 一些東西 然後 嗯 然後 然後這種東西 似乎對很多人 是很 很有吸引力的 就是說 像 就是你想想看 會去吸毒 他 一樣是有一個 有一個誘因在那邊 對不對 嗯 就是 他喜歡上吸毒之後 帶給他 心裡的一種 狀態 他喜歡那種狀態 那種狀態 那種狀態是他在平常的時候 達不到的 因為他平常如果達得到 他不需要吸毒 對 但是 我們如果用對比 呃 的話來說 就是 如果他在從來沒有吸毒的時候 然後 他想要去吸毒 那 到底 那一個誘因是從哪來來的 就是說 在他 還沒有感受過之前 對不對 那 可能也是有人跟他形容說 哦 嗯 你吸完之後 你會怎樣怎樣怎樣 你會 覺得 我不曉得 就是他可能用形容的方式 對不對 嗯 或者比喻的方式來跟他講 嗯 然後他可能有興趣 還是說什麼 嗯 一般這種 一種 這種 都會想說 那就第一次免費嘛 對就是 呵呵呵 後面再算 對對對 對對對 後面算的就多了 對對對 那 然後他就試看看吧 很多都是抱著試看看的心態吧 對不對 嗯 嗯 那我知道有一種普遍流行的一個年輕人的心態都會覺得說 不管這個世界上不管什麼東西他都應該去試看看這樣子 嗯 所以他就是這個也去試看看 對 那這種東西我就覺得說 嗯 對啊 同樣的 那你說告訴他們說 欸那你要不要 呃 試看看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堅奈跟菩提這樣子的練習 可能好像就沒什麼興趣 好像 就是 我們就講說 同樣是 呃 沒有經驗的時候 好 那 那 他們 好像是 會 比較寧願去嘗試像那樣子的 經驗 而不是 就是真的 從自己 產生的 經驗這樣子 就是 我不曉得這樣的對比好不好 好不好 但是 但是 我聯想到的是有這樣子的 的狀況 欸 我再問一下你剛剛那個問題是 主要是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在還沒有經驗過一些事情之後 我們要有一個誘因讓我們去嘗試 嗯 那 我們剛才就會講 好 那你 你如果達到一定的菩提心 那 你 會 一樣就是說 它是一個 一個誘因在那邊嘛 對不對 你會有一個狀況 你會有一個 像你剛才講的 圓圓不斷的能量還是什麼 就是一個誘因嘛 對不對 是沒錯 那 一樣 會想要去吸毒的人 在他還沒有嘗試過之前 應該會有一個誘因在那邊嘛 嗯 但是 似乎 好像 嗯 絕大部分人是 比較 能夠 被那樣子的事情吸引過去 嗯哼 就是 或許它比較 感覺上比較容易吧 就是說 欸你只要吃了這個 你就得 好像就 嗯 很 很容易的解決方案這樣子 對 那 這可能是一個其中一個誘因啦 但是 你今天 像 像我們沒有在吸毒的人 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個東西我沒吃過 我也不知道吃了會怎樣 我為什麼要去吃那個 對不對 嗯 就是說 感覺很可疑啊 就感覺很 suspicious 對不對 那 所以 這個 嗯 我自己的 感想是 覺得說 嗯 很多人會覺得 修行就是辛苦嘛 辛苦到最後 結果 嗯 還有人會理解成說 那 最後的結果就是 什麼都不要 那有什麼好的 就是 嗯 這是 我們可以講的是 非常有誤差的理解嘛 嗯 就是說 他們會覺得 像 假設以佛教為例來講 那你就是要 嗯 拋棄一切 那你最後就到一個 無我 無我很對 就把它仔細解釋成 什麼都沒有這樣子 對不對 嗯 那這有什麼好 沒有誘因嘛 我們現在講一個誘因 對不對 嗯 他們就覺得這沒什麼好 那基督教呢 基督教你就是要去受苦 那你就是要 像 喔 耶穌被打成這樣子 還要被釘在那邊 這有什麼好 就是 嗯 這個誘因在哪裡 就是說 對 我們現在 比較像是用一個 一個正常的現代人的角度 在思考這個事情嘛 就是說 他覺得沒有誘因 他覺得沒有利己的好處 那 而且甚至 最後得到的結果 好像 也沒有什麼 對他覺得好的地方嘛 如果說 最後的結果就是變成一個像 某某有錢人 然後 住在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有很多的美女圍繞 他就覺得有誘因嘛 對不對 嗯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嗯 我覺得這個東西肯定 肯定 肯定 就是 比較 他必須要 真的 你有這樣子的 那個 就是你有這樣子的 訴求 或許 要有一些像你今天講的 有一點點天生裡面 就有這樣子的訴求 你有這樣子的追尋 然後 然後 在這個經驗 這個過程裡面 你又有一些經驗 然後在經驗上 你覺得說 欸 真的很好啊 那個感覺很好 就算只是一瞬間 那你就覺得說 欸 那我能不能夠 呃 持續那樣的現象 就像是 有意識的夢境一樣 你有經驗過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喔 那這樣很好啊 那種自由飛翔的感覺真好 那你就會覺得說 欸 那我能不能夠 保持這樣 甚至有更好的 對不對 那 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 根據我聽到 有人在稀土的人來講 他們是可以有類似的經驗的 就是 類似 因為你會聽人家講說 什麼輕飄飄的有沒有 就是 類似的經驗 所以可能他們就變成依賴這些東西 那依賴那種狀況就是 它只會變得更差嘛 對不對 對 它的效果只會變差 變成它藥量會變多 對不對 那 但是 正常對的做法是 你會 越來越輕鬆 對不對 正如講你會越來越輕鬆 因為你的狀態改變了對不對 那你也會得到更好的經驗 那 那 它是沒有依賴的 它是沒有說 我一定要靠著 某種物質 對 它是沒有依賴的 對不對 對啊 那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子 它的可能 沒有辦法讓 許多人的理解 然後覺得它可以立即的 就得到這個東西 這樣子 所以 對啊 嗯 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我自己的練習裡面 其實 有的時候也會 也會去思考 就是說到底要怎麼樣去 讓我的練習可以更快的得到我想要 得到的結果這樣子 對啊 所以 你有 你有要 所以 這是 只是一個 對 只是一個深論而已啦 就是說我 聯想到這些東西 這樣子 對啊 我有聽出來 你剛剛 你剛剛講的應該可以歸納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嗯 有菩提心的人 他透過 心靈的追求 得到那一種 我剛剛講 充滿正能量的狀態 那客藥的人 他是因為透過藥物 對他的 例如說可能對他的神經產生影響 因為藥物嘛 所以他 他人都是這樣 人是這樣子嗎 人 基本上 身心靈 你不管是身體 或是心靈 或者是說 你 你的 你的 心智狀態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這個人 那你吃藥嘛 藥物的 藥物裡面的成分影響到你的神經系統 所以帶給你短暫的一種 快感 感覺的快感的體驗 然後呢 因為他 他很簡單嘛 他就是服藥 他就有這種快感的體驗 或是等等等等 所以他其實也是在追求一種心靈上的 依賴跟滿足 只是說這種東西 你剛剛有講到嘛 你剛剛提到的觀念 這種東西是屬於不好的 或者是說他不是完全正面的 因為他慢慢的 你的身體會越來越差嘛 那你花費會很大嘛 你如果說好啦 都 不需要花費 其實他沒什麼社會問題啊 就是 假設啦 因為通常會有 問題產生是因為 他需要巨大的金額來提供支撐嘛 那很少有人可以有這種能力嘛 因為第一 你吸毒了之後 你沒有工作能力 你沒有工作能力 然後你又要負擔 很巨大的這種金額的支出 那你能怎麼樣呢 你第一 你就加入他的那個製造販賣運輸系統 或者是說 你就只好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獲得金錢 所以吸毒會變成 我們人類社會行為上一件 大家都會覺得他會影響很大 假設今天吸毒不用錢 好吧 那你就生理比較差而已 你就自己吸吧 吸 吸到掛了 就幫你送到火葬場 或怎樣對不對 其實也沒什麼差啦 不能說沒什麼差啦 就是說 不會像現在的社會資安影響到大 影響那麼大 但是你看一個一個 本來一個人 他是可以對社會有創造力的 他搞不好是一個未來的阿因斯坦 或者說一個未來的巴菲特啊對不對 或是未來的那個我們說庫克 但是因為吸毒所以他沒有這些東西啦 所以應該 可是因為他吸毒 他就沒有機會證明他是庫克 他是巴菲特 他是愛因斯坦 所以人類也不會覺得他有什麼損失啦 所以他就是一種人類的隱形損失 但是至少 至少現實上 因為他吸毒不用錢嘛 大家看到就是說 啊 這一個社會人類掛了 可是你吸毒不用錢 吃三三應該也是要錢吧 但是可能社會福利支持這個還比較簡單 來 那 圖提心的帶給信任的感受 會不會有這種負面作用的不會 所以第一個差點在這邊 第二個 你剛剛有還有提到一個 我有 我有聽到有一個問題是 一個沒有吸毒經驗的人 他為什麼會想要第一次的嘗試吸毒 他的問題關鍵點在於 當然你有說過 現在年輕人有一種想法 其實應該不是說年輕人 應該是說 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會有一種想要多 多去嘗試多接觸 可是呢 多去嘗試跟多接觸 不代表等於 什麼都要接觸 包括不好的事情 那通常吸毒沒有吸毒經驗的人 會第一次會第一次有吸毒 他其實主要的關鍵在於 他對於毒品的影響 認識不夠清楚 或是認識不夠多 我們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透過 我們有一個觀念產生 然後 那個觀念會影響我們的行為 就好像抽菸 你如果跟你說抽菸有這麼多 會怎樣怎樣 他大概就不太會抽菸 或者是說 他大概就 對這個東西不會太有興趣 因為在他的觀念已經認為 抽菸是一個對健康不好的事 那如果他的觀念是 抽菸是會不好 但是 好像也不是每一個人都不好 你看嘛 常常有那種 電視記者訪問 那個很高瘦的人 說爺爺奶奶啊 你們這種長瘦的秘訣是什麼 哦我長瘦的秘訣就是 每天兩包香菸 然後每天一瓶威士忌 一瓶高粱酒 或是一瓶 如果是我們原住民 一瓶小米酒 然後我就是抽菸抽的開心 喝酒喝的高興 然後呢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五花肉 尤其要白肉很多 哎 他所 他講的東西好像都跟我們印象中的 飲食健康沒什麼關係 可是人家就長瘦啊 對不對 有時候 當然呢 這種說法 他其實我們也知道 這是一種 這個不是一種很科學的說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能用某一種 特殊的 特殊的 special case 你不能去用這種東西去取代 我們統計上的一種 我們說 general case 或者是說一個中位數嘛 對不對 研究證明 你如果長時間的 比如說抽菸啊 或是需求 的確是對身體的健康會有影響 但是呢 有的人的基因就是不一樣啊 他可能就特別 對這種東西 他特別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這種人很特殊嗎 你不能用這種很特殊的人說 那大家都可以 盡量的抽菸喝酒這樣子 我覺得這才是一種比較健康的 所謂的科學態度 那我剛剛講 吸毒的那個人 他因為對吸毒的認識沒有很全面 譬如說 吸毒會有什麼樣的情形 他他 就好像我們說啦 那通常 因為你對這種東西認識的 你沒有很徹底 那加上 你就是有點抱著好奇 嘗試 然後你一服用之後 慢慢的你就陷入這種上癮的狀態 那你 那你 剛剛還有一個提到就是說 那追求 比如說 你有過這種福提心經驗的人 當然那也是一種 心靈上的成就滿足感 可是呢 會想要這樣子 是因為 你可能曾經有體會 或者是說 在你還沒有 在你還沒有體會前 你要怎麼產生想要追求的那種感覺 因為你如果說 像我們說守戒律啊 或者說追求心靈的東西 大家看起來都會覺得 那是一種很枯燥啊 很乏惠很辛苦啊 因為他可能有很多外在的儀式會限制啊 你要守一些戒律啊 你要做一些 什麼事情啊 遺軌啊 功課啊 你要 你要 比如說 你要送金啊 你問我可以去玩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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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遊戲啊 我可以滑一下手機 我幹嘛要用時間來送金呢 如果 如果他不能夠 明白 這個東西有好處 人當然是不會做 那因為會做的人 因為他可能 在某種情況之下 他做了 然後他感受到好處 所以他當然會願意做 這個關鍵點在哪裡呢 這個時候我必須要跟你講 這種東西就是我們俗稱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 我把它用比較本質的語言 他就是一種靈性 好 我要在這邊停下來 好 嗯 好 就是我們 講到這個 嗯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 下次討論 我們來 呃 因為 這個部分 你剛才講到 我把它歸納起來 就是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人 基本的 靈性追求 對 然後第二個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這個人 他的生命當中 有沒有這一種 靈性的因子 這樣講比較好 或者是有沒有這種 靈性的 呃 嗯 條件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常常 我們覺得不好的 我們還是會去做 就是說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人 在做決定 到底是 傾向於理性或感性比較多 就是我們可以 這個兩個角度 呃 下次繼續的來討論 這樣子的東西 OK 嗯 對 就是我們 呃 請 大家 呃 有興趣的話 繼續追蹤 我們的 呃 建章與英尼的討論 那就謝謝建章 今天的討論 謝謝 不客氣 好 那就跟大家說再見了 嗯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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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